近年来不少港星纷纷移居国外 但它们却有着不同的生活境遇 有的依然生活富足 而有的则是生活拮据 甚至还做起了服务员 今天就一起看看那些 移居国外的艺人生活怎么样吧 前一阵子港媒爆料称 杨婉怡已经携自己的一对儿女 低调移民美国生活 这个消息一出来 引起了外界的很多关注 毕竟杨婉怡在95年的时候 就参加香港小姐比赛 并且凭借自己出众的实力和表现 拿下冠军 大家都会觉得她的发展会很好 出道之后的她也是火速签约TVB 拍摄了不少知名作品 比如《风神榜》《真情》等 但始终没能打到大火 2003年她选择嫁给了香港富豪 逐渐淡出了演艺圈 本想和老公一起在商界闯出一番事业 结果赔得血本无归 还欠了很多债 无奈之下 杨婉怡之后带着一对儿女 离开了香港去美国开启新的生活 但是她们在美国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没有房产的她们只能靠租房子解决 为了挣钱生活 杨婉怡选择去做全职家教 她也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自己的日常 虽然现在的日子和以前相比差了很多 但从杨婉怡的神情上看 还是很快乐的 2.林子博 林子博之前算是香港小有名气的一位主持人 她再次受到外界关注 还是因为妻子患上了恶性疾病 需要外界捐款 当时她称自己未给妻子治病 已经耗尽家财 虽然最后目得高额捐款 但妻子还是一年后不幸离世 结果妻子刚离世不久 林子博就带着一对儿女移民到了英国 此次移民也是受到了不少非议 很多人认为她用募集到的钱财去国外生活 但是到了英国之后的林子博 显然生活的要比她想象中困难得多 后来林子博也是费尽心机搬了两个地方 最终找到了性价比较高的三房公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林子博的两个孩子没多久又发烧就医 都知道国外的私人诊所比较贵 所以她自己去超市买了药和检测包 以防孩子中招 实在是太心酸 近日她就忍不住诉苦 说自家阳台总是出现很多烟头 经过监控发现邻居都是外国人 素质也是特别的差 3.林克林 林克林曾经因为长相有些和谢霆锋相像而走红网络 在香港当了一阵网红 上了不少的节目 如今她也突然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自己的现状 选择来到英国发展生活 但来到之后却表示生活好难 首先就是吃的食物定价都很高昂 物价几乎是香港的三倍 她孤身一人在外 也没用其他人的帮助 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 就是在餐馆端盘子跑腿 要知道林克林可是手握文凭的硕士生 在国内好歹也可以找份正经工作 结果去了外国就只能勉强度日 4.林诗杰 林诗杰的父母都曾是香港TVB的艺人 作为新二代的她也选择在演艺圈发展 但即使出演了多部作品 仍然没有混出头 但是她现在也差不多30左右的年纪 大部分香港男艺人本就混出头的时间很晚 何况前阵子也凭借18年后的终极告白 获得了一些关注 但是她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2020年就宣布自己不再和TVB续约 前一阵子林诗杰罕见地开了直播 聊起了自己的现状 原来离职之后 她就和妻子一起来到了英国 想在这里重新打拼自己的事业 被问及是否还会回来 她则表示不会了 林诗杰表示 自己将会和妻子在英国开设一个农场 要自己经营 不过林诗杰的家庭条件并不差 也是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支撑她的梦想 只是不知道移民后的林诗杰 发展的会比在香港更好吗 5.冯宝宝 和前面几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移民的明星笔 老戏骨冯宝宝的移民显然是为了生活更加好 冯宝宝从小就是童星 演艺事业发展得一帆风顺 武则天 杨玉桓 西施等大美女都曾被她演艺过 并且拿下多项金像奖 冯宝宝选择移民的原因也很简单 一个是她的前夫之前就是马来西亚人 她和前夫和孩子在马来西亚生活了十几年 本就熟悉了这样的生活 加上冯宝宝说香港的房价太昂贵 自己买不起 在这里自己可以生活得更好 如今的冯宝宝在马来西亚有着五百多坪的豪宅 生活十分滋润幸福 并且年轻时患有抑郁症的她也表示 在马来西亚更适合自己养病 晚年可以过着这样清闲自在的日子 想必也是冯宝宝最想要的吧 提起许绍雄大家估计都不会陌生 没错就是我们的欢喜哥 她在《使徒行者》里面的表现可谓是十分亮眼 不过现在已经七十多岁的许绍雄 也已经慢下了工作的脚步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妻女的身上 这不前阵子就为妻女在新加坡购入豪宅 不过许绍雄的妻子本身就是新加坡人 夫妻二人长期也是两地分居生活 不过现在随着许绍雄的年纪增大 显然她已经不想在两地跑 在新加坡本就产业不少的她又购入大豪宅 还坦言到自己每次回去都不想走 宠爱女儿的许绍雄还准备吃巨资 为女儿在新加坡开设甜品店 仅仅因为女儿喜欢 如今妻子和女儿都是新加坡人 许绍雄又有着新加坡的长久居住权 看来以后的许绍雄也将会在新加坡养老了 李嘉生在TVB的知名度和受重视程度并不大 熬了几十年一直都是TVB的金牌配角 比较出名的角色就是《风神榜》中的《雷震子一角》 如今的李嘉生已经五十多岁了 前几年在拍摄过程中意外伤到了脚 从此她也逐渐淡出了演艺圈 不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工作 李嘉生也攒下了不少积蓄 劳累了一辈子的她选择带家人出国旅行 最后选择在了马来西亚定居 因为这里的慢节奏生活她十分喜欢 还在这里购入了房产 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定居 也是件幸福的事情 8.王祖贤 王祖贤当年在香港宏集一时 是当之无愧的女神级别的演员 她的聂小倩直到现在还经常被拿出来回顾 一品一笑之间都透着灵气 满含深情的眼神望着你 怕是谁都要沦陷 只不过王祖贤早早就宣布退出了演艺圈 令人十分惋惜 退出演艺圈之后 王祖贤选择了离开香港 一个人移民到了加拿大去生活 凭借着多年拍戏和广告所得的积蓄 王祖贤定居加拿大之后 生活得十分悠闲自在 在那里没有太多人认识她 她可以不用躲避狗仔 自己一个人外出购物 还会大方和遇到的粉丝合影 现在的王祖贤在温哥华 虽然住着豪宅 但丝毫不影响她生活的节俭 经常被很多网友偶遇出现在打折店里面 9. 李子奇 李子奇之前也是TVB剧集中的资深绿叶了 经常在各大剧集中当配角 近几年很多人都发现 李子奇消失在了TVB剧集中 其实李子奇早在几年前就离开了TVB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李子奇也厌倦了高强度的工作 不过她并没有选择彻底离开镜头 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工作方式出现在大家面前 那就是转战成为了主播 现在的李子奇已经移民到了加拿大 并且选择在那里罪名旅游博主 和很多机构展开了合作 用自己的镜头带着大家去加拿大不同的地方去旅行 分享加拿大的风土人情 虽然现在的李子奇已经60多岁 但在镜头前她永远神采奕奕 精神十分不错 在加拿大生活得也十分惬意 同样选择移民到加拿大的还有吴代荣 吴代荣曾因为出演《花无缺》而走红 如今已经60多岁的她 也选择回到新加坡去养老定居 但其实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去新加坡 早在她年轻时就在新加坡的酒吧打工 还曾经被新加坡的电视台挖掘演戏 吴代荣之所以选择回去新加坡 其实是为了自己儿子事业的发展 儿子毕业后一直在新加坡发展 如今已经迈入老年的吴代荣 也选择和儿子住在一起 毕竟回新加坡对吴代荣来说再简单不过 不过吴代荣也表示自己也会继续拍戏 只不过拍戏结束后就回心 其实账观这些选择移民的香港明星 有些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有些是为了陪伴家人 有些是为了自己自在的生活 但到底生活的如何 还是要取决于自己的经济能力 否则如果经济条件差的话 即使移民也只是徒增压力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